各位好,我今天很想讲一个新的系列,关于罪被忽略的罪 这是我自己有一个感动的构思想讲,关于圣经里面讲到一些不同的罪行 大家都知道,圣经就很直言说到人类犯了很多不同的罪 其实有些人就误解了基督徒就很喜欢针对,经常说人是罪人 其实不是基督徒讲的,是圣经讲的,圣经去提醒,叫我们苦心自问 以及观察到很多现象,人真的是一个罪人来的,是一个罪恶的世界 也请大家不要误解,有些人觉得基督徒站在一个道德高地,说人有罪 那你自己没有罪吗?那当然不是 基督徒应该描述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我们是罪人,只不过是蒙恩得救神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明白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 我们愿意接受,所以我们蒙恩得救而已,不是我们比别人好 我自己是一个传导人,我更加觉得不是我们传导人在某个负责 去责备其他人,你们有罪,你们有罪 其实我和你都是罪人,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罪 所以首先声明,讲这个系列,我都观察到有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是杀人放火,或者是奸淫努略 我们才是有罪,但是圣经实在很多时候被我们苦心自民的时候 提醒我们很多被忽略了罪 今天想讲一个罪是关于良心的 其中有一节经文就是《以忽所书》 我读给大家听一下 那一节经文是《以忽所书》四章十九节 那里说,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毁 所以,良心既然丧尽,跟良心有关就是叫做良心丧尽 或者你可以想到一个中文比较容易,比较多表达的 就叫做丧尽天良 那圣经说,人是有良心的,这个良心是有一个倾向,是向好的 其实这个良心也是,我们相信是创造主,创造我们有良心 这个良心,或者叫做是非之心,懂得分辨,什么叫好与坏 不过呢,就是说到良心丧尽,就是说到,其实它本身这个字 原本的意思是有一个结简的意思 就是你的良心麻木了,结了简 那就变成了,本应你良心的作用是有一个分辨是非的作用 但是呢,就变成了,你遇到一些事情,你都会觉得没什么 那样麻木了,良知,良心 我再说另外那两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提摩泰前书一章 其实关于良心,讲了几个,不过几个不同层次 我读给大家听一下,就是提摩泰前书第一章第十九节 那他那里提,就是作者提,叫那个读者提摩泰,作者就是保罗 叫那个读者就说,尚传信心和无规的良心 接着他就说,有人是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 那就是,好像一只船航航行着,但是就是那个,烂了 那个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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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烂了 那所以呢,他去了no where,没有了方向,他的良心呢,丢弃了 那他原本那个字呢,良心被丢弃呢,是很暴力的,就是一种的说法来的 就是直接扔了它,打烂了它,将这个良心,那这个其实深入了一些 就是有些人呢,就不只是良心丧尽那种结简,麻木,而是良心去丢弃,就是直接整烂它,那就严重一点了 那呢,还有一个跟良心有关的,就是同一卷书提摩太前书第四章 那他说到呢,就是在末后的时候呢,那些人就信从那些鬼魔的道理 那那些人是怎样的呢,第二节说 这是因为说方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落惯了一般 那这些呢,就是良心呢,被热铁落惯哦 那看回原本那个字呢,被热铁落惯的良心呢 就是有点像麻木那样,但是那个麻木程度就不是结简的,高很多 这个铁落下来呢,什么都烂了,就是烧尽了,一个印那样 那其实他本身的字呢,也是用在那个铁落惯呢 就是那时候那些奴隶被人用过铁,热到一个额头那里,一个印 所以他这里特别表达呢,就是说,其实是那个良心呢 就去到一个更严重的地步,就是好像一个铁呢,热到那个良心的里面 就是那个conscious嘛,直接是呢,已经是那个良心呢 热了一个seal,一个印,一个印记 就是那种隐藏的罪,有些解释就是那种隐藏的罪呢 就是那种隐藏的罪呢,就已经去到一个地步,那个良心呢 是拿到一个印在那里,一个seal,是一个记号 是不能够改变一样的,所以几个层次呢 良心丧尽,就是良心麻木,一个简,丢弃良心,暴力的打烂他 然后呢,那个良心好像被热铁落罚呢 就是一个印记是unchangeable的 就是已经是没有良心的地步,什么都没有,渣都没有 那为什么我想起这个罪呢 有时候呢,就是看到一些新闻 比如最近看到新闻呢,有一个五岁的小朋友 在香港呢,就很惨了,就是被一个生父和继母虐待 那,还有一个继母的妈妈,又有份去疏忽照顾 那已经定罪了,差点判了,我想都判得很重 因为,就是惨不引导的,你看到那些乳痕啊 他们怎样虐待那些描述啊,我不想说得很仔细 就是,就是惨绝人还 就是,使到他那个死亡的原因呢 就是他太多伤口,接着就感染了 就败血,接着呢,那个免疫系统呢,都失功能呢 就这样呢,离开世界啦 其实他的哥哥都是这样被虐打的 就是,没死的意思而已 那个五岁小妹妹呢,就很惨 真的,全城都轰动这件事 但是呢,看到一个报导呢 就是,当然,那种呢,他不是良心喪尽 他的良心喪尽已经到极致了 但是呢,就是,还是很恐怖啦 就是那种,那种,那种弱打啊 那种,其实圣经说,护世的人都是很暴力 很弱,很虐待那种 但是呢,看到一个报导呢,就是呢 那个,就是做正的那个医生呢 何医生呢,就是,他都是一个基督徒 他引用了圣经去陈词的时候 他又说了一句话就是 最可惜的就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是,有很多人,没有私要援手 其中呢,就是,就是,就是看回呢 就是,其实那些老师是看到的 是吧,他的班主任都看到的 那些语伤 那样,就是,然后就说给校长听 校长就说,你拍下了照片 有照片,有照片为止 又知道他,似入不振啊,那样 但是那老师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就竟然呢 就说那个小妹妹呢 就是,可能,joy attention啊 扭脾啊,那些这样的东西 然後校長看了,做多紀錄就算了,沒有報警 也都在記者面前就隱瞞說不知道這件事 到最後小妹妹受弱致死,那些東西才爆出來 我自己看,很邪惡的一件事就是那個校長,那個老師 其實你一個人,你見到隔壁是隱瞞,如果那個小朋友這樣 你都覺得有問題,你都要找找什麼原因,會不會發生了一些事 不可以這樣,因為那個小朋友沒有力的,沒有一個抵抗的能力 這麼小,說都不會說,但是那些老師,那些校長是值得譴責的 因為為什麼呢?最後呢,可能法律沒有制裁到她 只是她生父,她算沒有媽媽的話,疏法照顧 但是這兩個人是有份害死的那個小妹妹 而她們這些就是良心麻木了 就是見到這些事,她因為可能要保住自己的位置 不要搞到校語,或者各樣東西,就這樣算 但是她這樣算,就使她小朋友,沒有機會再被拯救了 所以有人引用,這些就是典型的平穏邪惡 就是好像那些人說到那時候戰爭的時候 是啊,我遵守上級叫我屠殺那些人而已 就是她自己說她遵守一些命令,不是完全關我的事的 但是其實開脫不了她的罪名 因為她們是有份去執行這件事,而她是可以抵抗這個意志的 但是她照她這樣做的時候,其實她有份的 好了,你麻木了良心,你不去憐憫那個小朋友 因著不同的原因,保自己玩什麼 但是你那個麻木良心,是一個很大的罪 在這個情況就看到了,法律制裁不了這些人 我不知道她怎麼想,她覺得可能都是很悲劇 幸好我沒有被人控告的嘛 但是上天是知道的,神是知道的 所以呢,何醫生呢,何柏良醫生呢 就引用一句的《聖經》是什麼《聖經》呢? 最後呢,我也想說一下她的《聖經》是什麼 值得我們提醒的 她說,她引用針言 她說,不要為作惡的心懷不平,也不要疾到惡人 因為惡人終不得善報,惡人的燈也必食滅 這個真是發人心醒 我提醒基督徒,包括我自己 有時候我們良心有感動,我們要按著良心做事 就是我看到有時候,現在有不同的事的看法 一些事情發生,有基督徒是沒有去受聖靈的提醒和感動 甚至是將一些以惡為善 都可以是這樣的,就是一種敏沒良心的事 但不要以為這些是沒有後果 也不要以為你是沒有事 其實我們如果真是將良心 來喪盡,即是潔淺,或者是丟棄 全部都是有後果 還有要受到神的審判 有一天,當這樣的時候 我們真的,大家給一次提醒要小心 為什麼叫做罪被忽略的罪呢? 因為好像你不是直接殺人去參與 我只不過埋沒了我的良心 有時候可能看這些東西看不到,看不到 但其實我們已經參與了 已經有份,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給一次提醒 這個系列可能會繼續說 因為我都發覺我們有很多會忽略的罪 希望大家都是給一次提醒 在這個世界裏面 我們好好地去互相守望 跟聖經來去行 好,給一次鼓勵 如果這個頻道幫助了你的 Subscribe 或者可以Share,Like和Comment 好,多謝大家 這個器隊 Warrior 加者 P O